好 各位觀眾 剛剛中國大陸的男選手張楠 一拍打在趙雲淚頭上 還是... 哇 背後殺人啊 聽說他們是情侶啊 平常怎樣 張楠在私底下吃很多虧 被欺負到場上報仇 背後給他一拍 沒有沒有 不過現在我們加油了 12比11 領先1分 3比11 好像又被抓一個發球犯規 現在沒有看到發球的 應該是被抓一個發球犯規 我們前面有提到過 發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規定 對 另外呢 在今天也有發生過 其實單打跟雙打 有沒有 這個兩邊底線 都是最外面的那條線 那前面那條線是幹嘛的呢 就是發球 對 這個範圍 對 這才被殺下來 13比12我們落後1分 也就是說你發球 你不能夠除了發界外 但是就是界外 對方得分之外 如果你發得太後面也不行 對 太前面也不行 太前面也不行 就是要落在有效區域裡面 是 就中間的那一塊範圍 對 其實你目前看來 其實我們的一個攻擊的機會 還沒有說很多 那應該 製造更多一個攻擊的機會 才有取得優勢的一個情形 那剛剛陳文鑫又一個揮拍的動作過大 然後把球打出界了 嗯 12比14 中華隊的兩分落後 不過在 這個有些懷疑啦 這個 大陸那邊的 轉播單位 可能是 有一台機器壞掉 所以他們給我們的鏡頭畫面 就不是 一個比較可以從上面俯視的畫面 所以在遠處 遠端那邊的界內界外 比較無法能夠看得清楚 可能他應該是他們機器壞掉的 對 有了經驗來判斷 都給這個鏡頭而已 好 哎呦 這個球陳文鑫 對 不用 哎呀 又一個界外 其實剛剛陳文鑫殺那個球 非常的聰明 那就是說沒有說殺的很重 讓對方在一個沒辦法借力 借力發力的一個 很順暢的狀況之下呢 來做第二拍的連續攻擊 但是很可惜的 下一拍的一個攻擊 是往界外來走 12比16 4分落後 沒有關係 對 沒有關係 這個鏡頭回來了 修好 不然就是導播睡醒 在大陸那邊 給我們這個鏡頭 大家看得也比較習慣 也比較清楚 哎呀 其實陳文鑫的一個 幾個前場球 都往界外打 我就想他這幾天的一個 肩膀的 的一個肌力 好像有一點消退 那可能非常疲勞的 加油 哇 被對方打了一個 8比1的攻勢 對 因為我們是先拿到第11分的 11比10的領先 對 目前只得到1分 對 他們得了8分 對 噢啊 這個球 不錯 兩塊 陳宏林要跳出來 跳出來 其實5分不算多啦 嗯哼 還是要穩扎穩打 是 陳宏林 陳文鑫的搭檔 真的為5國中華羽球隊 在亞運會 嗯 20年了 過去參加5屆的亞運都沒有 拿到任何一面獎牌 但是他們辦到了 哎 現在開始追分了 追分了 哦 14比18 4分的落後 哦 陳文鑫也是舊商啊 他已經是亞運三朝元老了 對 陳文鑫28歲 現在也是 算是陳老師 對對對 他的膝蓋的積水的問題啊 他一直跟膝蓋積水的商事做朋友 也只能夠併存 希望哲平併存 比賽的時候 你最好都安分點掉8左 沒有辦法不太能夠根治啦 對 沒有辦法根治 他要繼續比賽的話 哇 現在是落後5分了 哇 這個時候好像看來 嗯 就是說 沒有辦法很精準的去判斷 對方過來的球 那 就是說呢 對方一個出拍的隱密性非常好 那 在整個一個精神的專注力 也沒有辦法一下就 達到一個很好的精神狀態 在張南回球出界之後 我們 天得了第15分 那現在15比20 對方的舉目點已經出現了 對 就是對方一個推球的出界啊 那其實我覺得他們 陳文鑫跟陳宏林的一個儀位啊 再更緊密一點 中國大陸 剛得到20分之後 當時我們才14分 等於有6個賽末點 那現在只剩下4分的差距 走 我們救了兩個 再來 要起扣殺 結果 這球界外 輸界了 對 那第一局呢 是由中國大陸的莊男 以及趙雲磊 以21比16 擊敗了我們中華隊的 陳宏林以及陳文鑫 第一局被他們拿走了 休息一下 再來看第二局的比賽